现在最新的民调看起来是侯科两个人在交缠 那只说现在的柯文哲两天动作很大 狂骂民进党 什么都贪污等等 但是大家马上想 你的高宏安不是贪的 现在看起来更严重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民调的显示 我们看到高宏安对于柯文哲跟郭台铭来讲 是业力引爆吗 让郭台铭跌得更凶吗 对 其实应该这样讲 像这个民调的话 坦白讲我觉得要看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长长 就是这份美老电子报道的民调 其实我这样讲 你看短期的话 你会觉得说 侯跟科都在往上 稍微上来一点点 好像打高宏安对他没什么用 对不对 因为民调是很复杂 什么叫很复杂 我歪一点好了 什么叫很复杂 他们会稍微微服上阳 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郭台铭跌倒 郭台铭在往下跑 跌得很凶 郭台铭跌倒侯科吃饱 所以他们两个都微服往上扬 可是高宏安现象 你不要看 因为我们追高宏安 追一个月 对不对 从起诉开始追 长期以来 你看柯文哲 是大幅理先侯友仪 一路往下 死亡交叉到 输给侯友仪 侯友仪迷掉 其实有稍微上升 但没有上升太多 对不对 他现在18.8 他最惨是15点多 没有差太多 所以长期以来 柯文哲是不断往下掉 不断地失血 不断地失血 争议太多了 不断地失血有两个原因 刚刚我按的案子 是指导柯文哲 或是民众党的价值核心 以及施政核心 什么意思 价值核心是716大游行的时候 柯文哲是以什么诉求 居住正义 对不对 这是民众党的价值核心 他在诉诸年轻人 世代的相对部落感 对 就拍谁 你一执政 坐保时捷住豪宅 对 跟建商混 对 哇 四向核辣 你价值核心破掉了嘛 好 这一块 另外一个呢 是要做施政核心 什么意思 民众党需要有示范区啊 要让你要知道说 你民众党执政后 会长什么样子 示范区 新主事 建商天堂 哇 爽坏 对不对 因为其实一要讲 民众党是两个城市 一个是金门跟新竹嘛 没有人会把金门当示范区嘛 新竹比较大嘛 新竹其实就是 像那种桥下侧 对不对 大阪那种 很合适作为示范区的嘛 高红安 对不对 台大北于你不说 师大也是绑守进去 匪陶匪也是信手拈来 对 就搞成这样 对 那你怎么说服给你 执政会变好 对不对 所以说柯文哲的受伤 是显而易见的嘛 那郭台平困境是什么 他民调一直掉嘛 对不对 现在掉到7.3%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他说李正浩防线 去年小弟我落选 就是7点多% 7点多%不错 港湖5%多上 是不是 你不要伤太群就算了 5%5%多 我每天就5%多上 对不对 大阪五山3.5% 对 可是我10个人选耶 我12个选耶 我12个选 六席我7.5% 但是4个人选 然后选到7.5% 对刚好玩 因为刚好玩是郭台铭 十八手交出来的 对啊 是不是严重伤 死不下车耶 不一样 这只有选一名而已啦 你第二名第三名也没意义啊 对所以说你看吧 那你我要讲 我们多席次 然后人更多 我都还拿7%多 你四个人选一席 就你才7%多 你要怎么选嘛 对 对不对 这应该很好比较吧 对 你要怎么往下选 对 不要闹呢 对 真的是不要闹 我跟你讲 大家没有概念7% 他现在靠连署要搬回一城 大家没有概念7% 是什么概念 7%在综合选议员 不会上的概念 懂了没有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 在郭台铭路怎么走下去 怎么搞到这样嘛 是 对 你不要不然去厕守 是 对不对 然后行程排不出来嘛 对 现在变夜市直播主嘛 对 对 各大夜市直播嘛 对 然后重点呢 对 没有空战 嗯 郭台铭最近有空战吗 没有嘛 对 选举不就组织加空战 不知道还有什么 对 两只脚全断 你七八不是刚好而已 对 对 对